睡了一觉起来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奖杯竟然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又是哪位小可爱在做慈善呢 老大 是这个小可爱 勇敢的蔡温 送了三次奖杯 确实够勇敢 话说我的阵容有这么难打吗 老大 很多小将司表示想看你的阵容 看我的阵容 我就不给你们看 找蔡温小可爱玩去喽 老大 这种的有什么好玩啊 就是这种才好玩 轻松或胜 还可以复仇两次 要不要去呢 老大 得要人出钱要人呢 那我还是去欺负别的小可爱吧 老大 这个怎么样 这个嘛 这个一点也不可爱 看我给它一锅端了 橄榄这一窝一行幻影就很优秀 溜辣溜辣 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赵哦 这么久没打粉丝了 小可爱们不会以为我大嘴改过自新 要重新做僵了吧 取关取关取关 打粉丝会不会取关的 那这个呢 警告警告警告 打这个会不会错一板的 那这个呢 这个我还不是随便打的 这个我没意见 反正是冒牌小鬼头 补接大嘴花 不会是我的粉丝吧 怎么说也是我的粉丝吧 管他呢 用小鬼头打小鬼头 这就很nice 小鬼头你今天超勇的哦 一个人就解决了这么多的幽灵辣椒 什么时候吃掉大嘴花 老大有危险 幸好幸好 橄榄直接上吧 又想一口吃掉橄榄 没门 溜了溜了 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 又又又又又是路灯花 又又又又又是路灯花 老大你想到破解的方法了吗 没有 不过我们可以霸王硬上弓 老大你这个把我们炮灰了 是对手太强了阿姨 或许我们可以走一波炮灰了 你不到已经在走了吗 我们巨人的技能啊 酒壶不全部变成炮灰了吗 此炮灰非比炮灰 这些都只是实验小白鼠 为了让我找到最佳的破解方法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 首先就是居然拿下全锡坚果 酒壶拿下路灯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定不能用能量 海鸥数量要足够多 是不是很轻松的就拿下了 小江生们学会了吗 学会了学会了 学会的点个赞呗